一门精进 视为上 那么整个家庭都会好 众生跟菩萨的感情和关系是非常接近的 一家人有一个人不舒服都会连累全家 一个众生有磨难 菩萨也会痛苦 一个菩萨如果没有慈悲心 他就不叫菩萨摩合萨 我们今天是众生 我们学佛没有慈悲心 那么我们就不是菩萨摩合萨 所以菩萨就等于慈悲的象征 那么我们学佛人 要想和菩萨合二为一 我们必须要首先拥有慈悲心 要舍去自己去慈悲别人 这样的慈悲心称为慈悲极点 什么意思呢 就是能够舍去自己 就是能够舍去自己再去慈悲人家 而不是单单的慈悲别人 不肯付出自己利益的人 这些人只称为一般的慈悲 真正的慈悲是舍去小我 成全大我 也就是说能够帮助到众生的人 他才是慈悲到了极点 爱他人要胜过爱自己 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只有菩萨可以以自身去替代众生的罪业 所以众生的病自然就跑到菩萨身上去了 菩萨为众生牺牲自己 这是慈悲境界所为 有一句话叫 山道多齐驱 则阳亡 就是说 山中的道路弯弯区区 这只羊找来找去 就是找不到回家的路 它在山上走啊走啊 永远停不下来 最后就筋疲力尽地死去 还有一句话叫 修行多法则丧生 也就是说 人在修行的时候 因为学的法门太多 这个修一点 那个修一点 修到最后 他什么都没有修成 但是生命已经没有了 这就是我们要懂得警惕 在学佛修心的道路上 自己不能摇摆不定 我们有太多的人 觉得这个法门好 那个法门也好 最后 自己真正的好法门 就没有学到 修佛修法 不要再去追求 和学太多的东西 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了 我们不要再去贪 认为这个也好 那个也好 实际上 这个好有它的道理 那个好有它的原理 而我们这个好 是有它的佛理 同样都是一个理 看你选择哪一个 所以修法 不要再去追求 要专一修一个法 就可以了 专一修一个法门 就可以了 你只要能够抓住 佛性和本性 你就不会学偏 在学佛学法当中 你不管学什么佛 学什么法 你只要记住 你是菩萨 你是佛 你就不会学偏 我们众生 一生做错太多的事情 孔老夫子讲过 无不见 好得者也 就是说 他没有看见 很有道德的人 孔老夫子又说 正人君子 无畏见也 也就是说 一个正人君子 都看不到 有道德的人 都很难看到 所以 一个人 如果去学一点好人 做一点好事 只要坚持有恒心 这个已经不容易了 众生在犯错之后 不觉悟者 虽是忏悔 但抵不过诱惑 又会犯老毛病的 一个人的毛病就是 自己犯了很多的错误 知道忏悔了 但是过一段时间 他不能抵制自己的诱惑 这件事情 对自己又有诱惑了 他又会犯老毛病 就像有些人碰到钱 他的诱惑来了 有些人碰到色 他的诱惑来了 他抵不过 而且他曾经做错过 过去 他抽自己的嘴巴说 我再也不做了 但是 诱惑来了 他又会犯老毛病 这就是 造成他一错 二错 三错 到最后 还是改不了的原因啊 很可怜 这些人 他不能改正自己 身上的毛病 他不能改正 他就得不到 真正的忏悔 实际上 修心 要从心里修 师父再三跟你们讲 学佛修心的人 要从心里来修 要一门精进地修 从心里修 就是一个成字 一门精进地修 就是一个永字 大家要记住 一个人勇往直前 他就是拼命地在学习 在修行 在修心 学佛的人 只要和佛相应了 你就能够成为佛 什么叫相应 你今天说出来的语言 是佛言佛语 你今天做出来的动作 是菩萨的动作 你今天所有做的一切 如果跟菩萨相应 你就能够成为佛 在平时 一个人的念头 只要出现一点点 善良的东西 这个时候 菩萨马上就出现了 所以 要经常动善念 菩萨就经常在你身上 一动一个善念 菩萨就来了 一动一个邪念 菩萨又走了 在临终的时候 一念佛 极德 往生极乐世界 讲的就是 靠平时 天天做善事 做功德 学佛修心 不做坏事 那个时候 一个念头 才能真正发挥 他的能量 他才能 往生极乐世界 一个人如果 能够直接进入 西方极乐世界 他有一个优点 就是不要经过中阴身 就是不要到下面 去等待宣判 这是很好的 不要去学 太多的法门 要一门精进 师父跟你们讲过 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佛菩萨 根据人间的 八万四千种烦恼 所应运而生的法门 实际上 也是为了帮助 不同的人 量体才医的 各种法门 就像现在开车一样 有的人买德国车 有的人买日本车 有的人买澳洲车 不管你买什么车 每种车上 总有一些功能 是你车上没有的 有的车 可以自动关窗户 有的车 可以自动开后门等 反正 总有不一样的性能 不可能 所有好的性能 全部集中在 你一辆车上 这就叫 人无完人 金无足赤啊 哪有一个完美的人啊 哪有一个黄金 是百分之百纯金的啊 要懂得 一门精进 就能 集身成佛 因为你精进了 佛就常住在你心中 你就能 集身成佛 显现 七彩佛光 也就是说 你身上的彩光 全部出来了 我们学佛学法 在年轻的时候 可以凭着 自己记忆利好 多听一点 多学一点 到了中年的时候 也就是 你要选择 科目的时候 这就像小孩子 读到高中的时候 你就要选择 哪一个法门精进了 所以 人到了中年 要一门精进 找寻一位名师 定下自己的 终身 将修持 哪一个 终身法门 你们去看看 不管是在工作上 还是在生意上 很多中途改行的人 他的生意 或者事业 总做不过 人家一直在做 这个事情的人 因为行行出状元 因为每一行 都有诀窍 你想把人家的经验 拿到自己身上来 很难很难 因为经验 是靠着积累的 年轻的时候 要多闻 就是多听 中年的时候 要单修义法 老年的时候 什么都不要想 就想一想 求生往生 我今天学佛修心 我什么都不想了 我这么大的年纪 我还有什么好想的 什么这个法门 那个法门 没有什么可想的了 一心求往生 真的要放下自己 我们要懂得 到了老年 如果你还每一个法 都想修 你都想做 你都想求 到了晚年 你还以为自己身体好 可以赚钱 还能这样那样 最后 你是一个法门 都求不到 你会这辈子 什么都求不成 这就是 师父今天上课 开始的第一句话 修行多法 则丧生 生命没有了 没有时间了 明白吗 没时间了 你才能够得 回来 回来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